伊利诺伊州地区联邦法院的法官周五批准了张颖一案嫌犯代理律师退出审讯的要求 嫌犯克里斯滕森改由法庭指定律师来代表费用由政府来承担 有关详细我们请记者鲍容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鲍容 好的评章 那么伊利诺伊州中区联邦法院的法官科林布鲁斯周五是宣布 允许张颖一案嫌犯克里斯滕森的三名代理律师停止审理该案并且退出审讯 他随后任命了联邦公社辩护律师办公室接手 此外干案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向法庭确认了 那么检方的寻求在10月份提出新的指控 伊利诺伊州中区的联邦公社辩护律师托马斯巴顿 目前是暂时接管了此案 他发表声明说 希望大家记住克里斯滕森目前依然是假设无罪的 那么对克里斯滕森的审判预定是于明年2月27日开始 布鲁斯法官表示 他希望能够保持这一原定的审判日记 评章 好的 谢谢暴容在新闻中心的报道